尤其是已经60岁以上的人 要更紧张 是不是 你每天还在联络什么事情 不要打电话 不要在那边讲这个讲那个 不要看 看这个手机 看人一大堆 是不是 好 我们现在疫情发展怎样 然后现在事件上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马斯克又怎么样了 最近的新闻又发生什么事 今年年尾 谁要选举谁要出来 你再浪费时间再讲这个 就不要来告诉师傅说 你喜欢听法 人家骗人的 根本就没有要改 这个习气这么重 改往修来 备恶从善 你要备弃恶业 你要背叛他 是不是 你不要说 不行了 我们有情有义 我们对于过去的习气 我们都要很习服 你就去慢慢习服 秀景 你觉得我有这些 无名 这些坏习气 我已经这么久了 从小到大 我都是如此的 所以我一定要继续维持 我的优良传统 你的恶业是不会改的 就是修行很简单 修行就是这样 就是改而已 没有什么 好 不杀不当 放生 不失 不行淫会 淫就是念 你的念头不要贪 你自己要知道 不要在那个地方 搞出一些问题 这个是太污染 要常修犯恨 常修犯恨 而且这个犯恨 是日夜精勤行道礼拜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样子 你只要好好的精进用功 精勤啊 这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修行 好 那昨天师傅去这个县政府 去拜会拜访县政府 来讨论我们的保研禅士啊 要怎样才能够真的把它做的一个成为 最重要乃至于大家最向往的修行道场 是不是 而且又能够结合在地的风貌 让它变成东海岸最美的道场 然后又不会破坏东海岸的一个 这个整个形貌 然后傅县长很有智慧啊 他就说 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栋建筑来设计 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园区 就是来学法的人 这信众来的时候 他是怎么进来的 他会看到什么 然后他的这个路线要怎么走 他会学到什么 然后他在哪个地方休息 在哪个地方吃饭 在哪个地方参拜 在哪个地方离开 就是要整个整体的来规划 你看一个还没有学佛的居室啊 这个主管机关呢 他也知道呢 佛教道场很重要 他说很期待师父们能够来带动台东 东部的这个道场 东部没有比较大的道场 好那也很期待我们希望呢 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台东很适合参修 那问题是啊 你硬体盖好了 可是软体是什么 其实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在这个地方可以精进用功 他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那一个修行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扩大 扩大什么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我们现在修清静的 修清静的犯恨 因为清静犯恨 让我们可以从此不在这个娑婆世界受苦受难 当然就是要精进行道礼拜 你要行菩萨道啊 你要行无为道行解脱道 然后你要不断的去精进这件事情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什么专长 什么角色 你的发心是不变的啊 那有的人说 可是师父我没有出家 你没有出家你也可以不杀不到吧 你说我没有出家所以我就可以杀到赢这样 这当然不行啊 这是一样的方向啊 大家的方向是一样的啊 你要不要解脱 大家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在苏婆世界就是轮回啊 那只是出家的轮回还是在家的轮回啊 是不是不是就是还在地球上吗 大家跑来道场 那难道道场不是在外星球吗 他也是在这个地球上啊 还是在三界内啊 你以为剃了头 你就离开三界吗 没有啊 剃了头 是要让你开始 面对你有没有真的要离开三界 你有没有要专心的离开三界 而不是剃了头就离开三界 没有啊 要不然我们每个礼拜都一直剃头 然后头发长出来又回到三界 然后就再剃头再出三界再回回头这样 所以不是一个像就可以改变呢 而是你真的要改成心 是真的犯恨 清净的犯恨 所以呢日夜精情行道礼拜 归凭三宝至求解脱 好 归凭三宝 什么意思啊 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身 依据这三个 所以不是自己在搞事业哦 我们也没有要发展自己的一个什么 师父的家自己住 以后大家不准来 或者是常常来 欢迎来喝茶 不是 欢迎大家一起来用功 在道场当中呢 大家一起来修行 然后依据什么 依据佛法身三宝 那有的是禅宗的 有的是净土宗的 有的是密宗的 有各种不同的宗派 但是其实都是三宝啊 就是佛法身 方向是一致的 叫至求解脱 好 于生命才 修三间法 知身虚妄 无有自信 色己是空 谁是我者 一切诸法 但有假名 无一定时 是我生者 所以呢 于生命才 这三个呢 要把它怎样 这个是不坚固的啊 生是不坚固的啊 你要把它不坚固之身 转成什么 坚固之法 生是什么 虚妄的 一般的色身是虚妄的 所以要把它转成什么 生 要转成法身 命要转成什么 要转成会命 财要转成什么 要转成功德 这叫做三间法 法身才可以无尽啊 无尽灯 就是不生不灭 叫做法身啊 命呢 智慧 一切智 才是究竟啊 然后财呢 这个功德啊 出世间的功德 才是真功德啊 我们才不会迷惑在这个假有上 所以这个色身是虚妄的 色己是空 然后呢 四大五音 亦亦非我 何何亦无 好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仔细去看 不管是内 还是外 内外推球 如水 聚没 浮泡 扬艳 芭蕉 幻化 镜像 水月 必尽无人 好 所以这里呢 这里叫做五蕴 五蕴啊 你要去观身 五我啊 第一个 四大 四大五我 地 水 火 风 五我 这个是身体啊 身体比较好破 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 三十六五五不静啊 这个不静观 我们去观察自己的色身是地 水 火 风 甲合 那就很好观哦 因为他有一个东西可以讲 可以观察 可以写 把它列出来 自己的身体 是怎样 他本来就是无我 一一皆无我 看具体可以修 但是呢 你要对于心 也要能够观察到 他是无我的啊 毕竟无人就是无我吧 那你要怎么观 你一定要能够知道啊 如水俱末 浮焰 浮泡 扬艳 芭蕉 幻化 啊 巨末 就是这个 什么 色身 啊 色如巨末 什么叫巨末 就是小泡泡 小泡泡聚集在一起是不是就 还是泡泡 啊 所以呢 我们的色身就是如泡泡一般的脆弱不堪 啊 所以用巨末 来形容泡泡 啊 形容我们的身 用泡泡来形容我们的色身 很脆弱 好 好 瘦如浮泡 什么意思呢 这个瘦啊 就好像那个泡泡上面的什么 啊 有很多的颜色 颜色 那这个颜色呢 哎 他其实 看起来很缤纷 有感受啊 有好受 有难受 有乐受 有苦受 但是其实他都是 虚浮的 虚假的 很不真实 所以呢 我们就要知道啊 原来自己的感受的确是这样啊 很多人他会有这个情绪困扰哦 为什么会有情绪困扰 因为他在这个 情绪里面呢 他真的就是把他当成 很重要 啊 有的人敏感呢 他有一点点呢 不舒服 人家对他没礼貌 他就情绪很不好啊 哦 那你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那种情绪障碍 忧郁啊 啊 暴躁啦 或者是呢 哎 自卑啦 啊 自怜啊 或者是 那个情绪不稳定啊 啊 有时候呢 焦虑啊 啊 睡不着啊 啊 恐慌啊 这些其实都是受 你有这些 受的问题 尤其是现在 心里的这种问题很多 啊 那你就要去 怎样 内外推球 你要去推球啊 你去 求什么 求一个真相 受真的这么真实吗 你就会发现 哎 原来是一场 误会 你以为 这么严重 其实根本就 就是演戏 有不然 你再怎么生气 请问现在呢 你再怎么开心的事情 请问现在呢 喜怒哀乐是如此的 不实在 我们却又把它抓得紧紧的 啊 所以啊 自己就要关 当我们的受起的时候 或者现在 喜欢 不喜欢 舒服 不舒服 就是乐受 苦受 不苦不乐受 一生起啊 你就去 关 受即是空 你就去看啊 不是没有受哦 这个昨天呢 大家在讲那个苗董楞言的时候啊 就说 啊 那个我们哦 不能有喜怒哀乐 其实怎么有可能没有喜怒哀乐呢 有喜怒哀乐没有关系 你在喜怒哀乐当中你不迷 啊 你就会观察 你自己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情况 你为什么会在痛苦的时候 然后讲出这一种话呢 啊 有些人呢 嘴巴很恶毒 啊 是为什么 因为气昏头 那有些人呢 啊 常常呢 就是会用什么冷暴力 啊 只要 我不开心 我就生奔弃 我就生奔弃 然后呢 我就不理你 我就不说话 啊 然后呢 你不管怎么样问我 我就不回答 啊 三不 是不是 那你要做什么 你就是自己啊 活在那个 啊 自我的世界 那个感受里面 那感受不好啊 感觉不好啊 所以呢 我们有些 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但是 要练习 要练习处理 要观 照见五蕴皆空 那个照 就是来破 受想行事 有没有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那 接下来就是受即是空 有没有 他讲亦复如是嘛 所以受即是空 啊 原来这个感受 像浮泡一样 是假的啦 他把我们骗到 让我们以为 好像真的 痛苦的不得了 我不得不去 怎么样 去 去表达我的痛苦 或者是 不得不去 听 受 听 情绪 被情绪左右 要嘛就是被他障碍 要嘛就是被他左右 有没有人 有 情绪一不好 是不是就不想吃饭了 是不是就睡不着觉了 是不是就懒得工作了 是不是连道业都不想诵经了 也不想听法了 也不想要用功了 你看 我们这个 这个兽啊 把我们害得这么惨 我们还这么的 把他 奉为宝贝 好 所以呢 当你有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呢 你一定不要跟师父讲说 师父 你现在先不要理我 让我好好的 冷静一下我一个人 这不可能啊 因为你没有方法啊 但是怎么办 尤其有时候呢 那你生气的对象刚好又是师父 那怎么办呢 你一定啊 不看身面看佛面 你这个没有办法 连你奉为师父的人 你都没有办法让你起正念的时候 你一定要赶快去求佛 你一定要让自己不要退失道心 你对佛的信仰 会让你遇到善之事 但是有时候呢 因为我们把 现在的人啊 因为师父们也是人 法师也还在修行 所以你难免都会遇到 普通的法师 普通人嘛 我们都是普通人 所以你一定没有办法从 普通人身上找到圣僧呢 那怎么办 但你在这个 圣僧当中呢 你不要说啊 有一个是假的普通人 这是最可怕的是这样 就是明明我们就是凡夫 但是因为我们很会讲法 因为我们很会教禅修 因为我们很会弘法 因为我们很有影响力 然后我们就变成圣僧 这个不可以的 我们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能力 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怨心 而 取代了 果味 这不可以 最多就是有德恨 但是 不是成到正果 还没有成到正果之前 一定还有烦恼 不能可以 不可以成为大众的 唯一依靠 如果你成为唯一的依靠 你很有可能 中了魔的圈套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是要把你的信仰放在 皈依佛 那佛会说 你要皈依你自己的内心的佛性 皈依法 你要皈依正确的道理 皈依正礼 皈依身 皈依清静 清静 即使这个人是凡夫生 但是他的心是清静 你皈依这个清静 他教你的是清静的法 那这样子呢 你就不会 哇 惨了 我在没有办法有正念的时候呢 你没有依靠 你不知道要依循什么 所以 佛法身 就要让我们 从情绪当中解脱 他不会被他障碍住 被他影响到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反而不能说 让我静一静 我等一下就好 不会好 你要赶快躲到佛法里面 就像抓住那个 快要溺水的时候抓住的那个浮沫 你要抓住佛法 紧紧的不放 否则你就要溺壁了啦 所以呢 浮泡是这样子 阳焰 就是假的 什么叫阳焰呢 就是 海市蜃楼 为什么会在沙漠中会有海市蜃楼呢 因为啊 这太阳很热 太阳很大 直接晒到 沙漠 沙漠 沙漠当中呢 没有任何的折射 也没有任何的屏蔽 所以呢 你远远的看呢 在高温 50度的时候啊 这个星战法师以前在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在杜拜 他就会看到那个一片沙漠 这一片沙漠呢 然后 这个沙漠 旷野当中啊 如果太阳很大 这个50度 60度 你就会看到那个空气啊 好像水 好像起火 像水一样啊 在那个地方啊 皱褶 有皱褶 那还有呢 很像火焰的那个 形状 它是波动的 太阳的光变成像火焰一样 的形状 那你就 好像隐隐的前面 好像有一栋楼 好像有绿洲 好像有什么 其实不是 它还是一片沙漠 其实前面没有东西 可是你就会看到有东西 因为你看到形状 看到有不同的曲线 那个叫做阳焰 想就是这样啊 想是无中生有 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想 怎么突然奇怪 怎么这样想那样想 所以你不要跟师傅说 我说师傅 我怎么突然 有这个念头呢 什么念头 那就是你的想 你妄想多嘛 我们有时候啊 因为学佛 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 这个佛经 的内容 尤其是 你自己呀 哎 一直熏修 一直熏修 它就会变成你现在啊 的资料库当中 最常常拿出来用的 种子 好 所以 当你平常没有事的时候呢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他也不只是 夜有所梦哦 你白天呢 在你的 意念当中啊 也会 常常会冒出 很多 佛法的内容 哦 所以呢 你说哎 这个是什么 表示你最近呢 熏修的想比较多 比较多都是佛经的 佛法的 那这是好的想哦 但是他还是想 哦 那但是有时候呢 哎 你看 有的人呢 那个 坏脑经很多 他不管是 碰到什么 听到什么 他的那个想就很容易是 走 歪理的路线 他就会有很多 错误的 不好的想法 哦 那这个也是想 不管是好的想 还是坏的想 都是洋艳 他都是假的 就是海市圣楼 哦 所以不要相信他 42章经里面 佛陀讲 圣物信如意 如意不可信 你的念头啊 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相信他呢 到阿罗汉 正到阿罗汉 你才可以相信你的意念 哦 所以有时候啊 师父如果很辛苦很累的时候啊 那难免会很累啊 啊 就会觉得 这个很不想做了 哦 我不想要这样子的 那这时候我就知道嗯 我们那个过去啊 不发心的那个种子 有跑出来骗自己的 哦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要自己要鼓励自己 我很愿意做 不过我们是为佛法做 在佛法的这个时代啊 在佛法 圣行的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算是圣行吗 也不知道 虽然很圣行 好像对我们来讲 我们很容易学佛 可是其实也不圣行 就是很少人学佛 好 学佛的人不多 你看那个 这个百万YouTuber 就是 哇 都是百万 随便讲一个什么事情 哦 通通都是 百万人在看 那我们呢 哎 在讲这个楞严经啊 讲经典啊 哇 上线 那天呢 师傅跟马来西亚的军事啊 在论坛 他们邀我们啊 邀师傅去论坛 那我就跟他们的工作委员讲啊 所以我们以前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会串联 串出去 在我们的room上面啊 来学一起学习 所以他不会占到 他们的流量 那结果呢 哎 我就说大概都是大概有大概 一百个吧 这样 哦 结果他们说 哦 这么多 那个是什么 哎 这么多 那表示呢 他们更少 那这个 多跟少 其实都还是很少 我们才那么多少人在那边看呢 多少人在那边听呢 这个无为法 或者是呢 这个 转凡成圣之法 还的确真的是很少 所以怎么办 我们就要想办法 想办法推广 想办法流通 想办法越多人学法 啊 要想办法 大家一起来帮忙想办法 在这个时代呢 我们不想办法 没有别人会帮忙想办法 所有的风向 所有的方式都是要把佛法消灭掉 大部分的 时局的发展 都是要消灭佛法 如果你知道佛法很珍贵 百千万劫难遭遇 你一定要在这种五浊恶事当中呢 显恶之事啊 要被消灭的末 末法时代 要站出来弘法 护持佛法 所以 扬艳 就是这个想 通通都是错想 那我们要能够突破他 突破他 当我们 无法再坚持下去的时候啊 你就要告诉自己说 这个不能坚持的这个想 一定会有很多退道心的想法 很多不想坚持的想法 也出来 这时候呢 你要告诉自己 他在骗你 他在让你放弃 他在让你 心里面生出怯懦之心 有一个 没有用 无用论 你今天推广佛法 有几个人要学 没有用啦 那 你的这个 念头 也是 会让你 只知 而不往前走 望而却步 那不行 所以这个也是 骗人的啊 那骗谁 骗这个 发心的人 你真正发心啊 你发心的心 不是想 是你的愿 这个愿是跟佛 连成一气的 所以我们依着愿而行 而不是依着想而行 不是我想做 我不想做 世间人就是这样啊 师父在邀大家一起来 发心 来用功 来帮忙 或者是呢 来推动佛法 来建设道场 那有很多居士 是没学佛的啊 他会想 我不想 那 你想不想呢 不是想或不想 那出家呢 说 啊 我不想做早课 你不是想不想的 因为你不能够不想的 你想也要做 你不想也要做 你想也要修行 你不想也要修行 不是你想不想 好 好 那我们自己啊就要知道 这个阳焰 就是虚妄的 想 是骗人的 那如果我们有一些 邪念呢 怎么办 你不要说 好奇怪哦 我怎么会一直有这个坏的念头呢 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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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道理的吗 他一定没有道理啦 奇怪我怎么突然想到那个人呢 哎 难道 难道他会 跟我有什么串点吗 难道是不是素式因缘呢 都不是 都是你的妄想 这个妄想哦 一来哦 有时候很真实 就骗你哦 骗到 让你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佛还是魔 尤其是 如果到后面 我们讲到五十阴魔的时候 这在响音模式 这是很可怕 他会变成一个具体的人 然后你就完全呢 不知道他是假的 所以这个魔啊 会附身 附身到谁谁谁的身上 附身到谁谁的身上 所以你自己就要知道哦 你不 如果没有正念了 你不还遇到谁哦 就是吓死人 邪师说法如恒和尚 绝对就是被牵的走 太可怕了 好 那你不要说 这学佛学学到最后啊 走错路了 真的是 我们只能怎样 只能尽量的去告诉大家 要 学佛要从佛法当中找真理 而不要从人身上找真理 非常 危险 因为想是不可靠 好 再来行如芭蕉 这个芭蕉啊就是 行是什么 就是像芭蕉树一样 你一直播 一直播一直播 播到最后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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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到最里面呢 他是空心的 就是他没有这个东西 他是所有的叶子的组成 叶子在长成一片一片的 枝干 然后一片一片的枝干 然后呢 到最后 哇 那里面没有东西耶 所以呢 芭蕉啊 就是这样子来形容 行 行是什么 什么叫做行叫做牵流为行 你的念头 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是这样第三次是这样 最后他会形成一个具体的结果 但是这个过程呢 他其实已经酝酿到让你以为有一个真的主体在形成这个结果 就像什么 就像一条河 其实他这个河流啊 他为什么叫做河 其实没有河 他只是无数的水 集合在一起 然后有一个流动的样子 所以形成一个河的样子 好像有一条河 好像有一条瀑布 这个瀑布是什么 其实他就是无数的水滴 但是其实没有河布 那就像我们现在是人 其实没有人 我们只是 无数无数习惯的总和 吃饭 从早上晚上 从早到晚 但是无数无数的动作的形成 深口意的行 推进 而形成一个假的我 这叫芭蕉 形如芭蕉 所以习惯的养成 是不知不觉 那如果我们愿意养成某一种习惯 那你就要去研究那个习惯的本质 其实他是假的 但是当我们呢 养成习惯 没有他不行 他就会变成 真的来影响你干扰你 譬如说 很简单 我们常讲睡觉 一个睡觉 结果枕头一定要多高 一定要多软 一定要多硬 你生下来就带 自带一个枕头吗 没有啊 那你什么时候养成这样子的习惯呢 对 不知道 然后你睡的床呢 你一定要习惯睡这样子的硬度 就像师傅出家 哎呦我们都睡地板啊 木板床啊 哎也没有什么软垫啊 就是直接有地方就睡 就是地板也可以睡 到处睡 睡习惯硬的 哎有时候啊出堂 要去住饭店 有时候呢出国要去住饭店 或者是出国去住 这个 那个国外的床 睡下去起不来 怎么这么软吓死人 因为我们小时候不是有看过那个 什么什么公主啊 豌豆公主是不是 就是那个公主呢 实在是 这个娇贵之身体啊 所以呢 她的那个 那个床啊 已经石沉了 最底下呢 放一颗豌豆啊 哎他就觉得 这个整个背啊 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吃 这是很夸张 但是呢 哎哎就是这样 我们就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了之后呢 你就变成 你换一个习惯你就睡不着 你就不习惯 好 所以打坐也是这样啊 我已经养成习惯我一定要坐在这里 啊 才会入定 那你就要换到别的地方你就都都不能入定 我已经习惯了要去听这个人说话啊 我才会懂 那你就变习惯了哦 那好的习惯了 也会是像芭蕉一样 坏的习惯也是芭蕉 啊全部通通都是 我们就是一堆芭蕉啦 所以大家呢 的人生哦 其实就是 一连串的假象 然后呢堆叠起来 以为是真 结果还是假 好 所以这是一个大误会 所以 这个行音啊 如芭蕉 最后一个叫做是 所有的一切啊 我们最近在讲与且是地论 我们又在讲为是心理学 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去探究心 啊 在讲楞严经 也是在讲这个心啊 啊 刚才呢 所说的这一切啊 全部 都是假的 就讲 假的心 为是 他讲的是假的心 所以他不是究竟法 大家一定要记得 为是心理学 或者是一般世间的心理学 他 不是究竟法 但是他可以治疗 有病 就治病 没有病 就不要没事去用这个方法 好 那个是要给不会修行的人 才要学心理智商 不会修行的人没办法 他不要用佛法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用方便法 你会修行的人啊 你不要浪费时间 要修究竟法 不要修 不要修方便法 因为他是幻化 好 好 那其实呢 根本上呢 最直接的方法 直接解决你的内心的阴影 你不要去探究 这是不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被爆啊 是不是小时候呢 原生家庭的问题啊 还是基因的问题啊 还是脑神经的问题啊 还是你的家族的大环境的问题啊 通通都是问题 但是都不是问题的核心 通通都有原因 他都是一个圆 他是住圆 你会生病 这一些都是住圆 主因 就是你没有直观 没有智慧心 你没有用照见五蕴皆空的方式 没有彻底的 根本上的认识到 他是幻化 他是假的啦 如果你能够彻底的去观察 所有的一切都是梦幻泡营 你的病就好了 我们的累劫的轮回都会好 病怎么不会好呢 好 所以破旺啊 最直接的方式叫做动物自心 直了成活 不假外求 显真 才能够破旺 否则 我们在那分析来分析去 这叫做戏论 戏论那为什么 那师父你们为什么还在讲 没有办法 为止小而提 为了要让小朋友 不要哭 你是不是要先吃糖 要不然小朋友在哭怎么办 你跟他讲 五蕴皆空 头痛是假的 嗯 他怎么听得懂啊 他会吗 他听不懂啊 所以先吃止痛药 先让他不要哭 先让他喜欢喜心 然后呢 先以预勾签 后令入佛制 是不是 等到呢 他开始 用这个佛法的方法 来禅修啊 来放松啊 来专注 然后他的根性 变得比较 有智慧 智慧开了 他就听得懂佛法 那智慧还没有开哦 他听到什么全部反弹 他不要跟你讲啊 不要跟你听啊 也不要去想 他连想 他连接受 听听看他都不要的 所以啊 幻化 就是最彻底的要知道 为事 心理学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楞严经 破旺 也就是 有破就好 不要太研究 研究那么多 但是 华严经 要多读 你华严经 直接显真 华严经里面 没有在讲破旺 唯一一张 就是百万丈门开 其他通通都在讲佛的境界 你为什么不要修佛的境界 然后你就要去先研究 说博世界 地狱是长什么样子 恶鬼是长什么样子 是不是 在华严经里面啊 处理地狱的人 都怎么处理 很简单 就是把他 放一道光 然后他们就升到天上 然后就听博法 就这样而已 这么简单 那一道光是什么 那一道光就是你的智慧之光 好你还需要在那边 破地狱真言 哦地狱里面呢 有五音 然后六根 然后眼睛怎么看到那个地狱的形距 这个圆圆的是锅子 那个直直的是铁柱 那个人长得那个凶神恶煞是叶叉 你都不用分别 因为那些都是幻化 好 所以啊有的人哦 最近啊师父在推 你要懂楞严 哦他的心就直接啊 你看师父在带风向 有时候把人家带到歪掉 他还直接全部通通都跑到楞严经 哎 那等到呢 要送华严经就 哦 没有人要送华严经 哎呀送华严经的时间变少 读楞严经的时间变多哦 你要有警觉心 你再走回头路 哦 哦是不是 我们学楞严经 是给 还不会送华严经的人 先有一个方便 因为 直接送华严经 直接叫你一天送三卷华严经 每个人都说不要我不要 每个人都说不行太多 哎 我喜欢讲经 喜欢听经 喜欢研究经教 所以 如果能够直接送的 你就是直接华严经 华严经就是完全就是讲佛菩萨的境界 你直接接轨到佛菩萨那边去就好了啊 你当你成为佛菩萨的一员 什么楞严经破旺显珍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都懂啦 好 那 那师傅你还讲楞严经 没办法 因为有的人他真的就不要跟你接受这一趟 好吧 我们再开一条路 楞严经 所有的菩萨我们华严经学好了 我们来帮忙师傅一起推广楞严经 我们把楞严经能够接引到华严经接不到的人 接到最后呢 你还是要鼓励他学华严经 因为唯有华严经 他才会让我们知道 佛的境界是如何庄严 你在楞严经里面 你只会看到阿南哭而已啊 是不是 他的程度能看到什么 他最多就是 将此身心奉承岔 事则名为报佛恩 他只会这样子而已啊 他看不到佛的庄严 但是华严经呢 你就会看到佛的庄严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受华严经会很开心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开心 因为那就是佛的境界啊 世间没有比他还要庄严 还要讲得清楚 又这么有趣的一部经 他自以为是 所以你会喜欢楞严经 因为你就是那个阿南啊 那种明顽不灵啊 就在那边死变啊 还自以为聪明啊 但是呢 其实都是幻化啦 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 在修法的过程 你要应激施教 每一个人都有他得度的因缘 但是不管是什么方式 什么角色 什么的一个啊 际遇 你有不同的学法的过程 你就要知道全部都是 只归于五蕴皆空 啊 毕竟无人啊 啊 如果你不了解的时候啊 就会怎样 妄直为我 因为无名不了 妄直为我啊 鱼飞食中 才会有贪 撑 失 慢 疑 杀 盗 饮 忘 久 所以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根本的原因 为什么会杀生 为什么会偷盗 啊 为什么不 吃不了素 就是根本的原因就是你很笨啊 叫鱼吃啊 无名啊 你才会在那边 哎哟 师傅 有人说哦 我吃素吃到面色蜡黄 哦 我是不是要生病了 啊 啊 你是黄种人 你不会面色蜡黄 我就不相信 难道你要吃素吃到变成白种人这样哦 哦 所以每个人呢真的是 你要你要吃素你就发心欢喜吃 吃的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吃素长命百岁绝对长命百岁 要不然你去看 那个虚云老和尚一百二十岁 那他也的确是面色到黄 你看他那么瘦 气色不好哎 可是你是看到什么气色不好 你是看到他的长相长的气色不好吗 不是啊 但是因为你没学佛所以你看的是表象啊 但是如果你知道老和尚虚老和尚是何等人 你绝对不会说他气色不好 他那个气场强大 他也吃素的哎 是不是 大江南北就这样跑啊 吃素的力气不大吗 他一个人 把那个摆来公斤的那个大石头一个人这样子搬起来呢 一百个人搬不起来哎 他一个人搬呢 御佛我们还要用堆高机才有办法去运的御佛 他一个人这样子扛呢 他有神通呢 是不是 那他一辈子的没有造沙业啊 所以啊 没有沙业的人啊 就是 长命 无病 这个就是因果啦 所以我们现在生病 我们只要这一生生病了 你不要去讲别人哦 你就讲你自己 我自己生病 第一个就起惭愧心 就是自己的沙业啊 你不要问说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谁传染给我 不可以 你就是自己有沙业 自己有沙业 借这个机会 惭愧 忏悔 来 转业 积极的 去 劝人吃素 与人为善 行菩萨道 不断的去 劝发 鼓励大家 去受菩萨戒 你就会转业 所以你自己啊 就要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无名啊 所以才会有 杀身 偷盗 淫惠 光迷 敬业 中招 寂寂 照业 那就是你就 思思忌忌的气气 来 一直不断的 急急隐隐的在照业 你看 我们最积极的就是照业 你看这么可怕 虽非真实 善恶报应 如影随形 你看前面不是在 在讲吗 五蕴皆是 不是真实的啊 那有的人说 哇 那既然都是假的 那我就做坏事也是假的 对 他是假的 但是 你把他当真的 是不是 他是假的 可是你会执着 执着之后呢 他就会一直 假的追你 哦 就是如影随形 都是假的哦 哦 所以呢 我们自己就要知道哦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了解的 要 能够 从根本上 让自己起 菩提心的智慧 起 正确的观 哦 这样子呢 你修身啊 你就不会只是 行尸走弱的修 有些人只是让自己的身体不要做坏事 心里做很多坏事没有用啊 哦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看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啊 啊 请大家哦 就是这一段时间 第一个 把深夜的部分哦 啊 一些重点 把它圈起来 好重点圈起来 然后呢 到后面呢 雨夜的时候呢 也是啊 有一些重点 那深口意 你照这个原则 他就好像戒律一样 你照着这个原则哦 就可以清净自己的深口意 非常非常的好用 啊 他很实际 因为他有步骤 有要领 然后还有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所以你基本上呢 照着祖师大德的宣讲 你就不会觉得很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好 今天呢 我们讲到这边 向下文长 附带来日 我们来回向